大家好,很多朋友在清洗猪肚的时候,都是用盐和面粉来清洗,都不对。 其实那样是洗不干净的。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快速的方法,把猪肚清洗得干干净净无一味。 下面来看看我是怎么操作的吧。 这个方法你绝对没有用过,也没有试过哟,一定能帮助到很多朋友。 今天买了一个猪肚,放在一个我家不要的烂盆子里面。 这个猪肚花了30块钱,我们这边是17块钱一斤,老板还送了一个小一点的猪肚。 然后往里面倒入45度的热水。 这一遍先简单的用热水洗一下。 下一步再开始深度清理。 第一遍我们一定要用热水,这样很轻松的就能洗掉一大部分的腥臭味。 把每个部位都给它抓洗一遍。 大家看一下,随便抓起了几下之后,这个水变非常的浑浊,特别的臭。 现在把它倒掉。 再放到盆中,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高浓度的白醋。 白醋呢,具有一定的消毒杀菌去除异味的作用。 这一遍呢,下手抓起两分钟左右。 把每个地方都给它抓起到位。 这时候我们已经闻到,白醋把臭味都擀出来了。 抓起了两分钟,大家看一下。 这时候上面的粘液都被白醋吸湿了。 7号把它捞出。 这里需要用清水多冲洗两遍。 大家看一下,猪肚经过我们这样简单的一洗。 表面也没有粘液了。 一点也没有腥臭味了。 接下来,把猪肚翻过来。 把里面也要给它处理干净。 翻过来,大家会看到这一层肥油。 这一层厚厚的肥油,它是猪肚腥味的来源。 用剪刀来帮忙,把它处理干净。 这层肥油,处理干净以后,也能够去除一部分的腥臭味。 我们一定要耐心一点,把它剪干净哦。 这样才吃着干净卫生无异味。 大家看一下,清洗掉了这么多肥油。 现在把它扔掉不要。 里面多余的油脂,全部都给它去除干净。 接下来进行清洗。 用同样的方法,倒入适量的白醋。 下手的进行按摩。 清洗猪肚,我试用过好几种方法。 都没有这种用白醋清洗的猪肚。 干净卫生。 方法简单试用,也比较省时间。 猪肚里面搭了两分钟左右,上面的粘液都稀释掉了。 现在把它捞出,用清水冲洗一遍。 这一遍猪肚清洗的差不多了,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碗中。 再把它翻回原来的样子。 还要进行下一步操作,彻底的去除猪肚的腥臭味。 最后一步,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。 锅里面放入一把小米,就是我们熬猪的小米。 再倒入两瓶盘,高度白酒,再次给我们的猪肚进行消毒杀菌。 放入小米来清洗猪肚。 小米的吸附力也非常的强,摩擦性也特别的好。 下手再深度地抓洗几遍,抓洗几下之后,你会发现我们的猪肚表面粘液和腥臭味很容易就消失了。 很多朋友都习惯性用面粉和盐,那样猪肚是洗不干净的。 而且在清洗的时候,黏糊糊的,特别的耽误时间。 我们用这个小米清洗的猪肚就不一样了,用水一冲就没有了,这个时间就省出来了。 清洗的猪肚,干净无异味,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,以后都能用得到哟。 我们这个方法清洗的猪肚,比用玉米面清洗的都要干净哟。 喜欢吃猪肚的朋友,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,保证让你试一次,就知道洗的有多干净了。 大概抓洗三分钟左右,大家看一下,猪肚的颜色透亮透亮的。 把猪肚翻过来,把里面也抓洗三分钟左右。 再往里面倒入温水,大家看一下,是不是比玉米面,比面粉还要好清洗。 用水一冲就掉了,而且洗得非常干净。 这时候把它捞出,用流断清水,再冲洗两遍。 猪肚经过我们这样简单又快速的方法,清理的干干净净无异味。 里面外面,清洗的都非常的干净。 这样清洗的猪肚,省时又省力,方法简单实用。 好了,今天为大家分享清洗猪肚,简单又快速的方法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的方法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 最低限时看起来的,见面陆道。 if additions。 一定要变返临变出来。 持着像单印币自动。 будемaurus太平板一般啊。